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生活中我们常常说,谈钱伤感情,无论是人情来往,借钱借物,还是一同共事,只要和钱挂上关系,总会影响双方的感情。 那么,真的是因为谈钱而伤害的感情吗? 其实在我看来,人与人之间交往相处,谈钱并不会伤感情。 而真正生感情的是,只谈钱或者不谈钱。 因为感情的形成,除了与生俱来的亲情之外,那些友情爱情,大多数可能不是因为金钱产生的,但绝大多数却是因为金钱来往而维系的。 其实,至亲至爱的亲情也一样,往往需要金钱的调剂才能更加浓密。 那么,这金钱和亲情之间,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? 今年65岁的单身老汉胡大爷,他在儿子家住了两年之后,见识了儿子和儿媳的感情变化。 他终于明白,金钱和感情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。 让我们一起去听听胡大爷家的故事。 讲述人,胡大爷,65岁。 我今年65岁,曾经是一名国企员工,现在已经退休五年,每月领着一笔可观的退休金。 生活也看似过得很好,但是我却早早丧偶。 一个人带着独生儿子生活了十多年。 直到儿子上了大学后,很多人都劝我要再找个老伴。 说等儿子去了外地上大学,我就要一个人孤苦伶仃了。 其实那时候的我找过,也找到了一位对象,但相处了一年多,他却跑了。 女方是我朋友介绍的,叫小梅,比我小四岁,长得挺好看的。 打扮起来一点不像中年妇女,我和她也是一见钟情,聊得挺和谐的。 儿子也很认可她,但是因为我和儿子一直结局惯了。 很少有购物的欲望,都是能省则省。 我一开始为了追求小梅,一直是大手大脚地为她花钱。 但确认关系后,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大手笔花钱了。 毕竟两人在一起过日子,该省还得省,这样才能存点钱,后面的生活才能有保障。 我和小梅生活在一起,我是这样规划的。 房子住我的,但生活费得AA。 买菜做饭她做,我负责在外挣钱。 刚开始的一切都很好,可疑到需要什么女人节日,情人节啥的。 我和小梅总会因为钱财的事情吵架。 那时候,女人们都很流行过节日。 每到节日就有男人包红包,送礼物,或者下馆子。 但我觉得这样挺物质的,而且也很虚伪。 只要互相有真爱,在家煮点菜也一样过节。 可是小梅却不这样认为。 说我抠抠搜搜的,平时生活费AA也就算了, 就连夫妻之间的一些物质需求都不可能为她花一分钱。 就这样,我们大概相处了一年多时间。 她就因为我抠门的不送她礼物,不给她发红包的事,和我大吵一架之后,就分手了。 我当时很纳闷,男女之间谈感情谈婚姻,为何就要和钱过一步去? 之后,我也找过几个对象,很多都是谈钱谈利益的。 所以,我一个人都没有走下去,也因此没再谈过对象。 虽然单身汉的日子很凄苦,但忙着工作也算熬过来了。 再后来,我退休了,儿子也结婚生子。 为了让儿子儿媳好好工作,我就去给他们俩带起了孩子,并做起了家庭保姆的工作。 每天伺候孩子,并为他们小两口做饭洗衣服。 但是,在儿子家生活久了,我却发现,本该恩爱又温馨的小夫妻,却相互有矛盾似的。 每次月头交伙食费的时候,他们俩都是儿子拿一千五百给我,而儿媳另外拿一千五百给我。 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,原来他们俩结婚后,儿媳一直主张要经济独立,而儿子对他又爱又恨,不得不同意过AA制的生活。 因为有这种观念,儿子也开始变得对儿媳很抠门。 儿媳想要买什么,他都不再出钱。 久而久之,互相就因为对方很自私,经常有矛盾发生。 就比如火食费的问题。 儿媳在厂里上班,每天只在家里吃个早餐,其他两餐都是在厂里吃,而儿子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。 所以,儿媳就跟儿子大吵过。 儿媳说他给生活费给多了不公平。 儿子却说是他提出的AA制,就一定要遵守。 为了不让他们之间有矛盾,我就暗地里跟儿媳妇商量,让他叫500就好。 剩下的我会跟儿子要。 其实,我却没跟儿子说,而是默默地拿出自己的老板给儿媳垫付了。 可能是因为心态平衡了吧,儿媳就没有在意这个事情。 两年前,亲家母意外摔伤,在我这边的医院住院治疗。 我觉得作为亲家,很有必要去探望一下,关心关心并塞点红包。 那时候正好,我退休金没发,手里也不够钱,就跟儿子要了2000元红包,说要给他丈母娘包红包。 结果儿子的回复却让我很意外,他说,又没什么大事,只是骨折,你买个果兰看望一下就行了,何必包这么多钱去。 后面儿子还抱怨说,儿媳的娘家人一直没帮过他们什么,买房买车没暂住一点,甚至要亲家母过来帮忙带夏娃都不肯等等。 而且他们也说,和儿媳一直保持经济独立,互不干涉,所以他觉得没必要给亲家母塞红包。 我不知道儿子为何有这样的态度,可是我有点生气的。 我跟儿子说,不管他跟儿媳怎样过,只要生活稳定,不伤夫妻之情就没关系。 但是,现在亲家母受伤了,又在我们这边住院,而且我也知道了,这不去表表心意是不符合情理的。 再说了,现在我们是一家人,金钱只是个工具,目的是为了调和亲情的。 那会儿,不知道儿子听没听进去,最后还是给了我两千元现金,当天晚上也开着车,载我和儿媳去医院看了亲家母。 不过,儿子却没和我们一起上楼。 在病房里,我当着儿媳面,把红包塞给了亲家母,并说明这都是儿子的一点心意。 虽然有所推托,但最终还是收下了。 我也慷慨地跟亲家母说,有什么困难尽管提,都是一家人,千万不要见外。 期间,我也客套地夸赞了下儿媳,感谢亲家母给我们生了一个贤惠的儿媳。 怎样怎样的,那时候整个房间都是充满着亲情的温暖。 儿媳也不知怎么的,就莫名红了眼。 大概没过几天,亲家母出院后,我偶然发现儿子和儿媳变得很恩爱,有说有笑,还给我买了很多礼品,我感到很惊讶。 后来一问才知道,原来那天过后,儿媳就把工资和多年存的钱交给了儿子,说以后不再搞经济独立了。 就这样,儿媳妇和儿子之间少了很多争论,家里也瞬间变得温馨许多。 我看到他们两口子慢慢转变,心里出了欢喜,却也开始领悟出一件事。 那就是,感情和金钱的确是一种连带的关系。 想要得到家人和亲人的真挚感情,除了自身用心去维护之外,还需要用钱去维系。 虽然钱买不了感情,但钱可以调剂感情,尤其是在婚姻爱情里。 我们要知道,这世上是没有友情银水宝这句话的。 这生活和感情永远跟钱是保持连带关系的。 还有,钱虽然不是评判感情的唯一标准,但是,它却能检验我们感情的重量。 后来我也想了很多,当初小梅为何会和我分手的原因? 其实就是我把钱看得太重,心态过于自私,没有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做好维护。 所以我觉得,金钱和感情的关系就是这样的。 谈任何感情离不开钱,谈钱也离不开任何感情。 没有感情就不会谈钱,但谈钱不一定会没有感情。 要记住,金钱即是我们生活所需的必备资源,也是我们谈感情的一种调剂工具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,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和志恒相约,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